默示基督 座谈纪要 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寻求 做事之前得和大家在一起交通 如果没有人可交通 自己就得揣摩 祷告 寻求怎么能把这事做好 这就是安静在神面前 不是你什么也不想 才是安静在神面前 你得一边做 一边揣摩 心里有一种寻求等候的态度 寻求这是怎么处理何事 如果你对这事一点概念也没有 你就找人问问 打听打听 在打听期间你是什么态度 其实你是在寻求等候 看神要怎么做 圣灵开启人 引导人 不可能像点灯一样 让你心里一下就亮堂了 神往往是借着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给你提示 让你明白 寻求有很多种方式 不是非得一本正经地 跪下来祷告 一跪就是几个小时 那样什么事都耽误了 有时候在路上就琢磨这事 有时候临到事 大家在一起就赶紧交通 有时候就寻求上面 有时候自己看神的话 如果事情紧急 就赶紧了解实际情况 然后寻求真理 按原则处理 一边在心里祷告寻求 你们得会这样做事 这才成熟啊 临到事就紧张了 心里就发慌 就不知所措了 这就是身量太小 没经历过事 需要历练 身量才能长大 你们得学会 用几种方式寻求 本分忙的时候 按忙的情况寻求 有时间的时候 按有时间的情况 寻求等候 方式不一样 如果时间充足 可以等 你就等一等 在大事上 不能着急 一旦急着做 做错了 后果不堪设想 要达到最好的果效 那就得等候 看看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有没有知情人 提示你 这都是寻求的方式 神开启人 不是一种方式 不是都在神的话里 开启你 也不是都让身边的人 给你指导 有些事你是外行 从来没接触过 神怎么开启你 有时候就是借着 各种人事物 那你就应该找内行人 找明白业务的人 去咨询了 谁明白这方面业务 你就赶紧去找他 从他那儿得点线索 然后你再根据原则做 在做的时候 神就引导你了 但是这方面业务 或者专业 你得了解一些 有点概念 神会在这个基础上 开启你怎么做 不管做什么事 人可以想 可以计划 可以规划 可以咨询 可以多方面打听 确定可行的路途 但能否成功 还取决于神 有句俗话说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这话说得对 外邦人能经历 总结出来这句话 不简单 信神的人 如果看不透这事 那就太无知了 一点真理都不明白 人心里必须得认准 神主在一切 人要做的事 如果和神心意 就有神祝福 你心里得有这个定律 得知道 是神在主宰 这一切的事 不是由人说了算的 所以 不管做什么事 都得先祷告神 看看心里 是否有感动 然后再寻求真理 看合不合乎真理 是否可行 如果不能马上确定 就必须得等候 这事你别着急做 等到把这事看透了 觉得时机成熟了 应该做了 没必要再等了 心里有足够把握 这就可以做事了 如果一直看不透 等了些日子 对这事不感兴趣了 没把握做成 这就证明是出于仁义的 神不许可 就赶紧放弃 出于神的 仁义只有信心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信心不减 最后心里越来越亮堂 像看透了一样 这才是出于神的 神让人等候 就是等神给你显明了 你就清楚了 所以 这个等候是有必要的 但是人该配合的那方面 你得去做 去打听 在打听的过程中 神可能借着一个人 或者一件事 就告诉你事实真相了 你如果不打听 就在心里犯疑惑 打鼓 你就不知道 这里的事实真相 到底是什么 但是借着打听 你就发现事实真相了 这就是神让你知道的 神做事是不是实际 神是借着人事物 来引导开启你 在经历的过程中 引导你明白 看透这件事 指引你怎么做 神不是凭空给你一句话 或者凭空给你一个意念 一个想法 神不那么做 你咨询之后 真相大白了 你就知道 当时你为什么那么想 为什么会产生那样的感觉 你心里就明白了 那咨询完之后 这结果是不是就出来了 该怎么做 神就不管了 你已经知道了 神就这么做工 这么引导人 又奇妙又实际 一点也不超然 懒惰的人总想要超然的 就想让神直接告诉他怎么做 就想走捷径 让神做 他自己不主动寻找 寻求 没有一点配合 那他的愿望就要落空 敬前的人 喜爱真理的人 就适适活在神面前 把心安静在神面前 临到事不知道怎么做 他能向神祷告寻求 看看神是什么意思 他有一颗寻求的心 神就在这世上引导他 最后结果出来了 人就看到神手的摆布了 神主宰一切 这不是空话 所以说 在这些事中 你经历多了 就知道神不是子虚乌有的 不是传说 不是空洞的 神就在人的身边 人能感受到神的存在 能感受到神的引导 也能感受到神手的摆布 安排 这样你就越来越感觉到 神的真实 神的实际了 但是 你如果不会这么经历 你永远感受不到 你会觉得 到底有没有神 神在哪儿啊 谢神这么多年都说有神 我怎么没看见呢 都说神拯救人 神在人身上怎么做工 我怎么没感受到呢 你总也感受不到 你心里就总也不踏实 只有你自己亲身感受到了 才能印证别人所说的 所经历的 是神做的 神做事奇妙难测 但又实际 你得掌握这两条 奇妙难测 就是神所做的一切事 都有智慧 是人够不上的 这是神的身份实质决定的 但是还有一方面 神做事还特别实际 实际指什么 就是人能够得上 人的思维 大脑 心思 智商 还有人所具备的本能 素质 都能够得上 不超然 不空洞 你做对了 神会让你知道对了 有印证 你做错了 神会逐步地让你明白 开启你 让你知道 这方面做错了 是败坏性情流露 你就会觉得亏欠神 这就是实际 未经许可,不得了 我只是想交给你 就会觉得亏欠神 有助 就会觉得亏欠神 这方面做错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